他们互相询问,询问什么? 询问那重大的消息,就是他们所争论的消息。 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,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。 难道我们又是大地如摇篮,是山卵如木桩吗? 我曾把你们造成配偶,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。 我曾以黑夜为帷,我以白昼共谋生。 我曾在你们的上面建造了几层坚固的田。 我创造了一盏明灯。 我从寒水的游里降下滂沱大雨。 以便我及它而生出白骨和草木,以及茂密的圆仆。 判决之日却是指定的日期。 在那日号角将被吹响,你们就沉穷而来。 天将被开辟,有许多门户。 山巒将被移动而变成幻影。 火玉却是伺候着。 它是被逆者的归宿。 它们将在其中逗留长久的日期。 它们在其中不能睡眠不得饮料, 只饮废水和浓汁。 那是一个实当的报酬。 它们的确不怕清算。 它们否认我的迹象。 我曾将万事记录在一本《天经》里。 将对它们说,你们尝试吧,我只增加你们所受的刑罚。 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。 许多圆仆和葡萄, 和凉辱圆绒年龄华一的少女, 和满杯的纯泉。 它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。 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报酬, 充足的赏赐。 它是天力万物的主, 是智人的主, 它们不敢向它诉说。 在金神和纵天神排斑肃力之日, 它们不得说话, 唯一知人主所特许, 而且能正直说话的人, 才敢发言。 那是必有的日子, 谁抑郁, 谁就责取一个向他的主的归宿。 我的确警告你们一种临近的刑罚, 在那日, 个人将要看见自己所做的工作, 不信道的人们将要说, 啊,但愿我们原事成土。 没有任何要看见自己! 没有任何要看见自己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